那我們重新來一次 是! HAYA RIKAMI PANDEMIC 篇 欸,那是Code安安 就選擇給封手打個Morning Call Extend安安 好,就決定了 給封手打他電話架起床吧 我就,我就 我就把電話 拿了起來 Morning Call 啊,真受不了 這不就是跟那個旅館的服務一樣嗎 唉,雖然啊 不是那麼私人的事情就是了 唉,總之 封手應該不是那樣的人吧 欸,搞不好啊 他還會覺得我這地方蠻可愛的呢 啊,自己這麼想一想 算了 還是不要惡作劇好了 VM8班 啊,鈴聲響了好幾次 可是沒人接呢 嗯,害我難得 想要惡作劇的心情都冷下來了 嗯,正當 啊,想起了那個 電話打錄機的瞬間 啊,電話被切斷了 嗯,我就把電話掛了 算了,也沒什麼必要留什麼訊息啦 算了算了,就這樣吧 嗯,話說回來呢 嗯,F426N 唉,雖然有點擔心了 這樣下去他根本就是翹班 嗯,要放著他不管嗎 可是他都已經這個上班族了呢 呀咧呀咧,西溝到那兒 沒辦法了 總之 給金谷旅館打個電話吧 以防萬一 啊,按下了電話 確認一下 封手是不是去了那邊 阿咧? 奇怪了 總覺得 並不是把電話把電話掛了 而是完全 這個沒有任何的聲音響起 奇怪呢 欸咚,これでどういうこと 為什麼會這樣啊 嗯 是特殼的電話壞掉了嗎 還是 嘛 奇怪了 喂,北條啊 你在那邊一個人 啰哩啰說什麼啊 啊 抱歉 不知道為什麼電話打不通呢 是不是我們線路有問題啊 那可 那糟了呢 這邊可是警察 要是警察電話打不通 可是會給市民添麻煩的 啊 對 啊 如果說緊急回路不通的話 就是110會打不通 這樣可就糟了 嘛 市民,縣民,村民 嘛 就是這些東西 總之從地下的特殼 的辦公室走上一樓 來安安 咦 奇怪了 乒乓明明吵吵鬧鬧鬧的警察局一樓 為什麼今天一點聲音都沒有呢 而且完全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職員 一体どうしたのだと 到底怎麼了 不要說那些 那些 那些 總務的人沒有 連 留守的警察一個人都沒有 太奇怪了吧 這樣子 當然電話 這樣當然如果電話有問題 就沒有人能夠應對啦 算了 沒辦法 先用一樓的電話吧 咦 打不出去 ちょっと待って 等等等等 我們剛剛在地下完全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啦 Noyuga 話說回來 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沒有跟我們特殼說呢 嗯 對了 警察 這時候警察的無線電 有些聲音出來了 雖然電話不通 但是看來無線電是沒問題的 全員集結 全員集結 死守住最後防線 重複 全員集結 不忍讓對方入侵了 發出了這樣的噪音 怎麼了 殭屍嗎 會有玩過惡靈古堡2啊 欸 那你怎麼了 我發呆在那裡 今のは何です 怎麼了 就是K店課長的 跑了上來 站在我旁邊 結果露出一樣 傻了的表情 你 你聽這個 總之 我們在署裡面轉了一圈 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而且為什麼呢 嗯 一般來說至少會有人 來 來 來給那些遺失物 或者是繳罰款啊 不可能半個人都沒吧 是不是有什麼大祭典呢 哪有呢 不可能沒有吧 這麼鄉下的地方 嗯 雖然只是個小艇 而不是什麼村子 喔喔喔喔喔 怎麼了 欸 槓檔 槓檔 有一個聲音 從樓梯那邊傳來 我黑一點的轉頭看過去 嚇死我了 原來是你啊 封手 你還沒被解體啊 哇哇哇哇 噢 幹嘛啊你們 封手你去哪了 去哪了 我在休息吃睡覺啊 不好意思啊 因為這幾天實在太累了 封手 別 真是的 不要 我們不是問這件事情 現在不管了 松手啊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東西啊 什麼啊 什麼啊 但是 話說回來 為什麼沒人在啊 這叫我不行了 沒用了 總之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特克就被擺在 晾在一邊呢 我們三個呢就看了看 那然後黑點課長就拿起了無線電 這邊是PS特克的黑田 屬內無人怎麼回事 PM總員 啊現在你不知道啊 所有人都要緊急配置了嗎 快來 在哪啊 總員 所有人 這什麼像是戒嚴一樣的緊急態狀態啊 而且再怎麼緊急 總不會連櫃台跟負責總物的都會 都出去吧 啊 Good day 那是什麼 Good Kudita 什麼 Kudita 哥吉拉嗎 不是吧 Kudita 什麼東西 這什麼 發生了 Kudita 嗎 啊難道說在現在的日本 啊 線道 X號線 C村入口的隧道 快來 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們全部人看到一半 聽到了一個什麼掉下來的聲音 不對應該是飛來的聲音才對 嘖 啵 啵 聽到了一個 遠處傳來的一個 啊 爆發聲 他們在樓下吧 喂喂 幹嘛 你們要跟哪個國家 發宣戰了嗎 我們緊緊緊緊緊緊張張的 慌張的跑出去 出了警察署呢 果然外面也是一个人都没有 平常至少有个人看门口吧 真奇怪 这样子太不谨慎了吧 警察署就等于空潮了 被人家进来怎么办 嘛不谨慎也好 但是你不觉得大叔 好像怪怪的吗 怪怪的 确实呢 一闻 闻到了一股臭味 是烧焦的味道 诶 听完 木头的烧味呢 是火灾吗 也有点像汽油 那种燃料被燃烧的感觉呢 是火药吧 两者皆有 这是 总之 难道说从山脚那个地方 发生了大规模火灾吗 难道说 是因为地震灾害什么的吗 不过 我们警察局居然没躺没倒呢 嘛不过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也会发现才对啊 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 也 或者是说什么呢 爆炸还是飞机掉落呢 会不会是这样呢 总之 我们看看周遭吧 我们看看周遭吧 不过 你说周遭什么奇怪的吗 你说周遭什么奇怪的吗 你看你看 所有车子都不见了呢 紧急车辆 机车 那个 救护车 还有那个巡逻车 全部都出发了 简直像总动员一样耶 有了 安安 没关系 你没有迟到 才刚开始 都大 真的呢 这边的停车场像空壳一样 难道真的哪个国家进攻了吗 哭的地道是什么东西啊 没人知道 哭的地道 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 会不会是什么恐怖分子呢 也有可能是化学工厂爆炸吧 刚刚的声音 很像是爆破物 这个村子到底怎么了 还是某国有什么飞弹过来了吗 喂喂 你们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啦 但是警察都出发了 真的很严重吧 还有什么可能呢 嗯 要说的话也不知道 总之我们在地下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哎 就是特克啊 想也没用 总之照着指示 就是赶快去隧道那边吧 那呢 也是 再去那边就知道了 好 改革或政变 我也觉得应该差不多啦 就是叛变 也是呢 那总之先去其他警察那边吧 可是你们 那因为警察车全部没了 我们只好搭私有车 自己的车子 我看你们每台车都一样 警察车也长这样了 哭哭哭哭 哭哭哭 虽然有个不好的预感 但是我们现在能做也就是这样 哟 哟 哟 总之呢 太奇怪了 让我们越前进 越觉得异常 这个村子里呢 没有半个人在路上 简直像个无人的村庄呢 不知道耶 然后 然后 哪有这个 这什么啊 啊 第一个说话的是封手 我们也打不上来 那么呢啊 在隧道前面是被救护车啊 还有巡逻车给堵住的样子 看来是已经破坏过了 不过在这边看不清楚 但是确实 隧道的里面 啊 已经有那些架子什么的 把里面那边完全封锁住了 欸 完 对 然后同时呢 也有很多穿着制服的人倒在地上 封手没有没有 还在这边 那 怎么了 还没 干你们就觉得他一定会死就对了啦 快点看看还有我们谁有呼吸 怎么可能全部人都死了吧 死尸累累 要表现的话就是这样 还是受伤而倒在地上 大量的警察官跟机动队员 而且没有一个人在动 也没有人在呻吟 总之先靠近一个人那边吧 没有呼吸了 麦伯也 这该不会是跟武装集团有冲突吧 所以说才闻到了瓦斯味吗 然后这么多的警察一口气全部倒下了 但是 受伤吗 还是因为瓦斯的关系 但是看起来 并不像是有武装冲突的样子 喂 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吧 快叫救护车啊 我急急忙忙的把倒下的一个人抱了起来 就是说 看在泉源 不对 这些这个状况已经太异常了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先想想看怎么回事吧 永不得 救护车来的话就 总不能不叫吧 总之无线电 无线电 可是糟糕 被这边车子给塞住了呢 那那那边的那个消防的巡逻车也倒了呢 糟了糟了不妙了 他们已经没有脉搏了 不管射了几次都没有脉搏 完全不会动 也感觉不到体 也感觉不到体温 是死了吗 还是是体温 低体温的假死状态呢 然后也有大量的出血 那么从肌肤啊 露出的部分为中心 我看这样子啊 不是要叫救务车 而是要叫那个 铃车了吧 而且要大量的 靠这种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哦 啊 铃车啊 的出场是葬礼的时候 总之现在 先把这些尸体运到医院吧 检查一下 不再来的 别开玩笑了 早点 总之先做点什么 快点 你要快点做什么呢 啊 总之 大家都有点惊慌了 啊 我是知道了 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诶 在倒下的人里面 也有些穿着青装的人 我的事件 停在一个人身上 美 美玲 看到那个体型跟服装 我急急忙忙跑了过去 我还想是不是看错了 但是没错 那是美玲呢 美玲 怎么在这里 而且这边都是见识员呢 诶早安 内美玲 正做点美玲 我抱她起来拍了拍脸颊 果然她的体温也很低呢 把她的 的 那个眼皮翻开 瞳孔反应没有 脉搏也完全没有 意识 已经完全丧失意识的状态了 封手 快快点叫救护车啊 所以说 这不是救护车的时候了吧 虽然是你认识的人 不过放弃吧 她闭上了眼睛 合了掌 在说着南母阿弥陀佛 社长也这么做了 怎么会 美玲 为什么 比起现在震惊的地方 纳约太过震惊了 眼泪什么都出不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啊 啊 腦中一片的问号 而且话说回来 这是什么啊 殉职吗 名誉 名誉的殉职吗 嗯 但是却不想褒奖她们了 不过问题在 她们到底是出了什么任务啊 我们要至少先知道 到底怎么一回事才行啊 来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美玲被杀了呢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刚内哦 不知道啦 可是如果走错一步 我们铁定也会这样的 小心点 封守 继续小声的念佛 我跟美玲 我跟北条可没有在发呆呢 话说回来 只是跟你念佛 宗教不同而已 总之啊 在这么多迷样的尸体班 我们被包围了起来 感觉都麻痹了 嗯 到底怎么回事 必须要先确认才行 去哪边呢 去哪边呢 在那时候 在那时候 びっくり 慢慢的美玲的手动了 完了 要变僵尸了 完了完了 要变僵尸了 欸 エスティーファン 吉利啊 吉 吉 美玲的手指咔吱咔吱的弯曲了起来 混濁的瞳孔也慢慢的张开了 美玲 你还活着吗 什么 这不是死后硬直吧 喂 莉花 她该不会有什么意识而反应 而且她的手指 啊 她 封手呢 拿出了两根手指 在那个 美玲的面前晃了晃 不过美玲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虽然这么说 但是她还是慢慢的 抬起了身体 如果活着就好了 救到她了呢太好 虽然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脑中想的却不是这些事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美玲看起来绝对很奇怪啊 等等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莉花 鸡 鸡 嘎唧嘎唧的声 啊 没事没事 还没还没还没吐 吓我一跳 她先动了一下 我我我先叫一下 没事 啊 怎么了美玲 你哪里不舒服吗 干她不是哪里不舒服的问题吧 这看起来铁锅已经有问题了 不过虽然变疆受败还是很大呢 抓回家好了 小可一切开莫娜 是不是状况不正常啊 是不是吸了太多瓦斯呢 而且脉搏停止了 为什么还会复活呢 是因为脑部有 有问题吗 而且 而且居然还是站了起来 啊 喂喂美玲 没事吧 啊 她张开的眼睛一片浑浊 没问题吗 但是怎么样 她应该都看不到 东西的样子吧 öAB 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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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鱧 compar b 啊 啊 如同迅雷不及而的速度衝了過來 加上一陣尖叫 喂 莉花 喂 你 你瘋了吧 啊 牙齒伸了出來 隨著怪叫的聲音 美玲跳了過來 我反射性的閃了開 哇 美玲就像衝了出去 撞到了在後面的 在我後面的黑田課長 然後 咬了起來 一袋一袋 好痛 好痛 助手啊 莉花 哎呀 課長被咬了 等一下就怪我囉 我閃了結果咬 結果咬到了黑田 哈 課長拼命的慘叫著 然後鮮血也噴了出來 哈 喂 亞美玲 助手啊 美玲 喂 怎麼回事啊 你是不是太興奮了 總之 有沒有震驚技啊 哇 哇 啊 本來 啊 瘋手想要從背後架住美玲 卻一瞬間被撞了開來 這是什麼樣的怪力 好痛 啊 好痛 噴了好多血啊 一袋 啊 沒得 痛痛痛 助手 這是難以置信的場面啊 課長的手腕噴出了大量的血 哈 那個美玲呢 就這樣子咬著課長的手腕 那 一心一意的咬著他的手 那繼續噴著那些血 這就像是個怪物一樣 總覺得好像某種野獸呢 美玲 怎麼啦 捏 我拼命的想要把美玲拉開來 可是他力氣太大了 噗 比起這個 美玲的身體跟石頭一樣硬 比石頭還要冷 到底怎麼回事呢 嘻嘻啊 課長拼命的搖著身體 用單手想要把美玲推開 別看他這樣子 想要用和氣道的藥鈴 撥開他的腳 把美玲摔倒 雖然看起來是這樣 不過課長在武道跟 那個 捆綁術上 是相當有心得的 但是 武道士打來對人 不是對殭屍的好嗎 啊 雖然想要撥開他的腳 但是結果 結果是課長跟美玲兩個人都跌倒了 兩個人就這樣滾在了一起 課 課長 美玲 啊 我小跑步過了過去 隨著課長噴血的那個姿勢 那個流血的路線 跑了過去 看過殭屍片 不代表 不代表你會有反應啊 然後呢 不知道滾了多少公尺 然後 咔哒一聲 頭撞了下去 美玲就動都不動了 痛 痛死了 到底怎麼回事啊 課長呢 壓著噴血的手腕 慢慢站了起來 完了完了 課長真的要變殭屍了 誒課長 沒事吧 先 先止血吧 你看 看也知道怎麼可能沒事 不過 麗花怎麼了呢 嗯 不但流了大量的汗 呼吸也很急促 那麼 覺得很痛的課長 看起來非常痛苦 那個 話說回來 美玲她撞到頭了耶 沒事吧 呵呵呵 高飛 你還關心美玲 課長表示 我都被咬了 你只關心美玲 手機不太久了 應該不是沒事吧 總之 趕快叫救護車吧 我要先去 美玲不動了 是撞到頭了嗎 總之 要不要靠過去呢 嗯 該怎麼辦好呢 可嗖 痛痛痛痛痛 喂 大樹 嗚 裡面被咬死啦 啊 封手站了起來 慢慢的靠了過來 啊 可是呢 站了起來 往我們這邊前進的 並不只封手一人 噗哩 噗哩 咔啦 咔啦 這種不舒服的 嘎吱嘎吱的聲音響了起來 倒在附近的警員們 的手指 手腕跟腳都動了起來 然後呢 慢慢的抬起了上半身 慢慢的伸直了背 晃著晃著的頭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越來越多人 喂 這什麼啊 不安的看了看附近 封手開始小跑步過來 哎呀 左邊那隻好像有點萌欸 糟糕了 警察姐姐快來我家 哈哈 左邊那隻好像有一點萌 ゆっくりゆっくりとつきわに 慢慢的一個一個 失去了呼吸 沒有體溫也沒有脈搏的警員們 慢慢的都站了起來 他們呢 雖然露出肌膚的地方都有傷痕 好像都跟課長的咬傷是一樣的 咬傷還有指甲的刮傷 但是呢 他們的肌膚一點血色都沒有 面如白蠟一樣 但是傷口的 卻非 對比之下 香口非常的紅 而經過了長時間的傷口已經變成了黑色的 他們的共通點呢 是眼睛都是一片白灼的 那個瞳孔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那 那個瞳孔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怎麼回事啊 這到底 啊 像是蛇一樣 發出了威嚇的聲音 他們一起露出了牙齒 發出了叫聲 就跟美玲那時是一樣 他們叫著叫著 一個一個的絕叫 耳朵都快被震 震翻了 左邊比較萌吧 生了 他們活過來了嗎 但是怎麼回 幹的女主角怎麼那麼智障啊 活你妹啊 怎麼可能活過來 喔 幹的女主角智能能那麼低啊 但是發生什麼了呢 在那些警官之中 有超幾個我還認識呢 嘛 雖然只是偶爾打個招呼而已 啊 因為啊 我就是一個不喜歡社交的人 所以也不常打招呼 那 反正總之而言之 就是早上還明明在打招呼的人 下午就變成了這樣 不是啦 那配音是他自己配的好嗎 還有一個我也一次 啊 然而他們現在完全感覺不到是人呢 完全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喂 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邊也聽到 啊 小跑步的封手 總算跟我和課長會合了 啊 那些爬起來的職員們 慢慢的開始緩慢的移動了 嘴角還流著口水 喂 北條 你看你看 那個隧道 啊 封手緊張的指了指隧道 隧道的深處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晃動著 那是 あれで 秒どうして 搞不好 難道說那是 啊 哇斯 啊 碰的一聲 把隧道內完全封鎖住的那些 巡邏車還有交護車晃住了 痛的倒了下來 然後呢 在那些柵欄擋住的後面 有很多的影子開始搖晃了起來 難道說在這個時候 不對 那些是人影呢 而且是大量的人數 很多的數量 而且比起現在這些警察職員 更多 數十人嗎 還是 數百人 所有的人眼睛都是一片白濁的 緩慢的過了過來 雖然很慢 但是確實一步一步靠了過來 這 怎麼這麼多 噴了吞口水 噴了吞口水 對了 他們都跟剛剛的美玲一樣嗎 我們已經被包圍住了 非常的危險 哎呀 好了 第一個 啊 救命 第二個 落跑 第三個 面對他們 來吧 一二三 好 三個選項 來 第一個 落跑 啊 呼叫 面對他們 大家都這麼有勇氣 好 正面來 不行 這怎麼可以這樣呢 啊 我搖了搖頭 啊 這數量太行了 不行了 啊 然後呢 封手偷出了警棒 開始揮著 啊 比起啊 只能這樣子 面對他們 把那些逼迫來的警官 趕走吧 啊 他們的腳步很慢 可是 剛剛的美玲 卻是瞬間的可以衝刺呢 萬一這樣就不妙了 三 你給路走 準備逃了吧 喂 大叔 能動嗎 啊 不行 太痛了 沒辦法止血 我現在動不了了呢 但是不動不行吧 結果還是要落跑 只是先面對一下再落跑 啊 總之快走吧 喂 北條 這個 在這麼大量的人的數量前面 這麼多失去蜂鳴的面前 啊 我 我 我不能這樣子 把美玲放在這邊不管啊 抱歉 美玲 我 我要救美玲 啊 總之 啊 總之我反了過去 啊 往美玲那邊 啊 但是正當我想往美玲那邊前進的時候 一個露出白眼的警官 站在我的面前 噢 嚇 啊 眼前一個人抓住了我 露出了牙齒 啊 雙眼看著這邊 要咬我要被咬了嗎 啊 我閉上了眼睛 啊 聞到了一股血跟腐肉的臭味 噢 喂 快跑啊 啊 封手啊 用警棒把眼前的警官給揍倒了 啊 而且是在下巴的附近往他尻了一擊 啊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子把美玲丟在那不管啊 欸不行啊這女主角怎麼智能越來越低了 你為什麼還要管美玲呢 但是不行了啦 快點 先扶著那個大叔 對 感染片剛開始 我們就拉著在出血的部長 然後呢 我們呢 呃 就往那個門半開的無人的巡邏車那邊進了進去 如果這台車在待機的話 應該是能動的吧 噢 咳嗽 動不了 快動啊 快動啊 啊 然後呢 啊 封手繼續把那些警官們揍飛 啊 然後呢 啊 就把那些下額打碎 封手歸動的警棒 把正面的警官鎖骨給敲碎了 他們但是似乎一點都不痛 他們也沒有痛絕了嗎 啊 沒大口了 這樣不行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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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裡面炸成了一團 然後呢 人又越來越多從隧道裡面出來了 北條 這樣不妙了 撤退吧 總之我把黑田課長塞進了巡邏車 啊 轉動的要死 封手快 啊 激動隊員的一個人呢 拉住了封手的衣服 啊 封手用警棒推開了那人的下巴 似乎不打算被咬 拼命的抵抗著 完了 我覺得封手快不行了 快點吧 啊 啊 封手掏出了腰 腰上的 新南部手槍 啊 往 往對方的機動隊員腿上來了一發 你做什麼啊 不行了 手 手槍沒用了 啊 似乎一點都不痛 啊 他就繼續這樣子 機動隊員繼續用力的壓著封手 啊 啊 降下去啊 啊 我用那個車子往他的身上撞了一下 快快來吧 啊 啊 封手就趁機踢飛了那個機動隊員 然後一口氣衝進了車子裡 啊 啊 啊 哈瑟 手吧 來 我們呢 就用這台撿來的巡邏車落跑了 可是你們車上還有一隻殭屍咧 到底怎麼回事啊 現在我都不能知道到底一發生什麼事 恐嚇不敢相信是現實 可是看到了客長的傷口 還有全身的汗的封手 這絕對不是白日夢呢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難道他們真是穩太多瓦斯了嗎 看你們這個世界是真的沒有殭屍片嗎 啊 Dorak 還是Dorak之類的呢 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啊 總是 他們感覺不到痛 能發揮怪力 怎麼看都不像正常的 這樣想比較好 欸 無線電能用嗎 不行 無線電不能用 無線電不能用 只能有沙沙倫跟那個噪音聲 這樣子就不知道到底怎麼辦 還好 做打隊的手機呢 這邊應該有基地台吧 手機嗎 那個打給救護車吧 還是警察 110 警察不就是我們了嗎 真是的 那麼 啊 課長呢 的呼吸越來越急促了 似乎非常的痛苦 總之早一秒到醫院也好吧 但是聯絡不上呢 我們的警察局 對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的職場也已經變成空殼了吧 總之到隔壁的城鎮嗎 那就好了 對了 還有本廳 跟其他縣也請求支援吧 啊 封手拿了手機 開始打了好幾個電話 打沒打 不行 完全聯絡不上 啊 不管哪個線路都是盲線中 119 看來是叫不了了 難道每個地方都發生這樣的狀況了嗎 怎麼辦 要去怎麼聯絡好呢 加下去該怎麼辦 做打 對了 無線電 啊對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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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 對了 災害時候啊 行車上一定會有那個無線電的 我們打開了開關 對好 關本被留在警察局了 哈哈哈哈 關本留在警察局了 關本表示 幹你們眼裡給我飯吃吧 啊 在那些吵雜的聲音之中 聽到了廣播員的聲音 啊 為了讓他那個聲音更明顯 我們就轉著那個 調節那個頻道的 但是 看來全部的頻道 所放送內容都是一樣的 啊 那個 政府現在發布緊急聲明 所有的國民們千萬要冷靜 然後 沒事情不要外出 政府 看來這麼嚴重了 話說回來 國民的 難道這是全國性質 各地準備了避難所 的 自己判斷要不要移動到避難所 遵從警察的指示 嘎嘎了去嘎嘎了不打賽 拜託 然後 現在請不要用各個地方的高速公路 嗶 現在請盡量 intot change 不知道什麼的 用那個 那那個 鄉間道路 吧 遵從警察的指示 使用汽車 嗶 啊 看來警察都 警察都掛了啦 喂 喂 安靜 停 請盡量把路 這樣空出來 現在 在開車的人 請趕快下來 雖然這麼說,可是這樣子我們也不可能下車吧 嘰嘰嘰 政府準備要為了治安出動自衛隊 所有的人去守護國民的生命以及安全 大家請聽同自衛師的手勢 嗶嗶嗶嗶嗶嗶 嗒嗒嗒嗒嗒 請離開人口密集的地方 如果受傷千萬不要靠近他 嗶嗶嘎嘎 我們的一片混亂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嗯,總之我們沒什麼說話 就往的C村分屬那邊前進 越來越不安了 本廳還有其他巡邏車的聯絡全部都沒有 一切都沒有反應 車內呢,只有黑田課長的呼吸聲 還有我們的喘息聲 那種出血量,會不會被咬到動脈啦 太擔心了 還是我們直接去醫院呢? 對吼,還要消毒,會不會是破傷風呢? 總之洗一洗傷口吧 先去找個販賣機買個 哪個那個 買個那個 礦泉水吧 總之先回數吧 警察局有醫務室 在那邊做緊急處理 沒事吧 來放鬆 深呼吸 來 啊,封守就拼命的 鼓勵著黑田課長 然後壓住了 但是他的出血怎麼樣都停不了 就算回到了無人在的警察局怎麼樣呢?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不行啊,不是無人啊 還有官本啊 警察局還有官本啊 你們幹嘛這樣 就是看不到的不安在我們心中不斷的膨脹 我們越來越擔心 但是我只能緊張的握著 拼命握著那個 那個那個方向盤 不要靠近受傷的人是吧 呵呵呵 啊 我們呢,到了警察局的時候 急急忙忙的把黑田課長放在了大廳 然後呢 只是現在趕快把他運送到醫務室吧 沒有時間了 快幫大叔止血 快把急救那個包拿來 別叫別叫 我也很急啊